所以我们要这个心通 就是要领悟 从心能够领悟真理 然后已经通达 那个真理的世界 叫做这个心通 那么这个发现 心通的部分 是五主 本来当某祖师 传到我们中国来 是嫩茄金 有四本嫩茄金 所以我们适合 我们中国人来修 可是到达五主的时候 就把那个嫩茄金 搁着 然后转收金刚径 所以从五主开始 就这个金刚径 以主要的来 让众生能够心通 那或许看这个金刚径 能够让我们心通 就是在第一分 那个序分 第一分 因为第一分所细数的 全部都是 释迦摩尼佛的一些 这个日常生活 那一种 奔波成老的一个清醒 跟我们众生都完全是一样 所以从这一分 这个五指体会到 竟然是教外悲传 就是看了言行动作 真理都在里面 所以我们了解说 金刚经德 很好的意思 就是在细分 完全都把整个 不生不寐的真心佛性 呈现 呈现在所有众生的眼前 那我们可以看 这个第一分 一千两百五十个人 坐着 要听释迦摩尼佛讲经说话 那释迦摩尼佛 一句话也没有说 就走一磁波 日社会大乘起始 那么以其成终 赐地契 还至本处 泛时期 收一波 是足以呼咒而作 完全都是细数 那个行为构成 那我们从这一些行为构成 可以来探讨 他最上圣的佛理 就是释迦摩尼佛 已经成佛了 那我们假如说 有研究 《妙法年华经》 释迦摩尼佛本身也讲 说他成佛已经很久了 不是之一 这个落在 这个凡尘 这个现象之一个时候 才成佛的 是早已经成佛了 那这个时候是释迁 要来带领众生 我们说佛世界的众生 都能够修正成佛 所以从这个开始的时候 就到吃饭时食吃饭的时候 那么吃饭的时候 佛没有要求弟子出去起食 回来给师父出 没有 他自己本身 走一磁波 然后入社会大乘起食 这个就是已经在日常生活之中 视线平等 视线平等 众生跟佛都是平等的 没有那个昏悲息 所以佛已经不住佛像 佛已经没有我像 假如说他是藏士他已经是佛成佛了 他就不用自己走一磁波 入社会大乘去起食 所以我们了解 那个是视线跟我们众生一样的身份地位 都是奔走成佬 在凡尘老老碌碌碌 那我们就是要回光返照 我们在生活之中 就有跟佛一样的那一种真理在 没有我像 佛已经视线无我 没有我像 这个就是我们要修到一个最根本 我们有我像就修不成道 所以要把那个我像 明媚 没有我像 然后全部金刚经都是在破 破这个形象 就是把我破除掉 可是不说一个字 没有讲一个字 所以没有华像 已经前面 已经没有我像 那这边他不讲一个字 已经视线 就是没有华 那既然都没有华 也就不用华词 那么没有华词 那个华像也没有 所以佛已经视线了 没有华像 虽然没有华像 不讲一句话 可是很努力的 他从实际的行为之中 要众生脱离苦海 所以那个离开灰法像 灰华就是没有华 没有华叫灰华 他已经离开灰华了 就是努力在修 努力在修又把形象抛掉 这样就复合真理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 我们要学 学释迦牟尼佛 没有我像 然后没有华像 没有灰华像 我空了 华空了 灰华空了 这样 这个三空 整个都呈现 我们不生不美的 真心佛性 所以在第一分的细分 这么的亲切 佛事现成老 奔婆劳入 也就是告诉我们 众生要修道 就在日常生活之中 修道没有离开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就是在修道 所以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 不要执着一个身体的我 然后也不要执着有法 然后也离开那个消极的灰法 这样一空到底了 我们所呈现跟佛一样 不生不寐的真心佛性 这样听得懂吧 所以是很简单的 在平常生活之中就可以做到 然后这个以其成终 赤地其力 就是因为西普提是舍贫起负 他的意思说 负有的人家福分已经要用完了 所以要把它接续 让他的福可以继续享受 然后那个大家瑟 他相反 他舍负起贫 就是负有的人家他已经福报有了 不用再去给他做福 贫穷的人很可怜 要做贫穷人的那个福报 那佛曾经这个骂他们说 虽然你们的义很善 义善良 可是做法会惹起人家争意 一直这个起负舍贫的话 说你谈那个口腹之欲 要好吃 负有的人东西比较多 比较好吃 那相反 这个舍负起贫 人家说你的行为怪异 一定有目的 都会惹起人家怀疑的心 所以我们修道人 不能让人起怀疑的心 起怀疑 因为怀疑就会颠倒 想法都颠倒了 那我们颠倒以后 想法颠倒就会放异 放异了以后 就会无名 无名以后 就会贪呈嫉妒 会前贪嫉妒 就是那个贪的心很坚强 然后又嫉妒别人的成就 都是从怀疑来 所以我们第一个修道 就是要把怀疑气掉 所以负贤才说 留半个小时给各位发问 就是要解词那个怀疑 因为各位都不踊跃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们只有留下十分钟 再不问的话 我们全部都讲课 不再留时间给各位问 那么吃地起义 就是一家挨着一家 不管是遇到贫穷 或是遇到富有 全部都要去起食 起食不超过七家 起食的时候不超过七家 知道这个意思吗 为什么不超过七家 因为我们眼睛是不是两个 鼻子两孔 耳朵两个 嘴巴只有一个 是不是七个 起就是求 求我们的七孔回来 所以那个起食的意思 就是求我们这个向外放的这个七孔 全部都回来 各位先生不要以为说 这个七孔是我们的 可以用命令的 他不会听话 你命令他回来 他不回来 要用求的 哀求他 你回来吧 你回来吧 我们七孔才肯回来 那七孔肯回来 我们做回光返照 功夫就很殊胜 精神外放都当众生 我们精神一收回来 就可以呈现作佛 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 我们就是要学着 把精神收回来 所以在起食了以后 就还至本处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我们每天上班或是做生意 都是向外去起食 都是手心向上 是不是手心向上 这个手心就是向人家拿钱 手心都向上 所以都是在起食 那我们这个上班下班的 做生意到一段落了 都要还至本处 要回来 回来我们原来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可以说 这个学生意放学了 也不愿意回家 下班了也不愿意回去 做生意一段落 也是很不甘愿回去 所以都没有还至本处 没有 所以我们才流浪 再返程 才留到人回 假如说我们能够还至本处 都可以回到根源 往后一口气不来 就可以回离天了 那你还至本处以后 就是养生 换死气 就是要使这个生命能够延续 所以我们虽然身体是假的 可是毕竟要借假来修真 我们要修正 让它能够成就 所以身体还是要照顾 要吃饭 所以万死气 气就是已经吃饱了 然后收一波 这个不收就挂爱 收一波以后就没有挂爱 然后喜足矣 这个喜足就是除尘 把凡尘乌垢都除掉 我们谈话说 收咖小手 都是签进我们的深夜 然后接着下来 就要忽奏耳奏 那个忽奏耳奏就是要入定 就是凡尘不关紧要的事 我们都把它撇开 不要投入 我们投入就是要在我们的心性方面 所以那个忽奏耳奏就是要入定 所以无主才把那个嫩切金 因为嫩切金是对菩萨说很高的法门 这样这个度就不会很宽广 所以改成金刚经以后 大部分都能够接受 所以就改成了这个金刚经 可是佛他没有讲 没有讲说我是在实现 那个实现是我们第三者旁观的人在讲的 这样懂意思吗 是我们看出那个俏妙才说的 所以第二份那个西菩提的开口就称上 西游 西游就是很难意到西游 所以这个成佛了以后 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 四十九年讲经修法 四十九年都这样实现 那么在讲金刚经的时候 已经将近七十岁 都已经 那个三十一岁正到 七十岁都已经经过二十几年了 那西菩提看了二十几年 他竟然都没有看此巧妙 所以佛要传无上大法 也传不出来 假如说释迦牟尼佛讲话 说弟子们 我叫你们修到你们怎么都不努力修 所以我们从这个讲话里面 就可以了解 我教你们修到 我像已经有了 教你们修到 法像有了 你们都没有努力修 回法像有了 这样就不成 无上这个大法 最上的大法都没有了 是不是不能讲 没有人看出巧妙 他传得出来吗 传不出来 所以他很 也是很郁闷 很愿意修都团不出来 所以当这个西菩提这样 一讲西友如来善父念知菩萨 善父主知菩萨 然后就问说善男性里花 发现我们不生不命的身心 要怎么样使他住下来 这个时候佛就很高兴就称赞 善哉善哉 刚好正要传 传不出去 你只一问就可以传了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那个教会被传 是从金安经就开始 可是佛在内藩之前 脸花似众才把那个名称说出来 脸花似众的时候 就是那个大幻天 拿那个花给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就拿来脸花 这样给大家看 人天百万 莫之手臭 不知道那是从谁 只有大家色 颇言为笑 有没有 或许有讲过意思 还记得吗 就是把那一朵花 代表我们完成所有的现象 用那一朵花来表现 然后谁看到现象 是不是我们真心佛性 对不对 我们的真心佛性 看到现象 所以那个看到现象那一个 就是子轮翁 就是我们在完成 所要追求的 所以那个大家色 体会出来的 这么奥妙就是这样 那佛一看到 大家色一破眼微笑就讲话了 说无有正法远藏 而且这个正法就是远藏 就是我们那个贤官 藏在那里 他虽然 内盘妙心 内盘就是不生不媚 不生不媚的妙心 实相无相 实以实相的 可是他没有贤相 实相无相 然后不立文字 没有文字 教外 所以在教内 找不到 教内 就是我们欠人为善而已 所以讲到 这个 这个 教 这个教内 教外 我们也就想到 达摩祖师的句 语 各位都会念吗 达摩西来一字舞 就是将那个洞田府的 那个符水 当成墨水 然后我们来写 写这一些佛法 然后我们也把 所写成的佛法来看 来研究 都找不到 找不到佛法 所以 全品心意 用功夫 所以这个 达摩祖师到东方来 他就有意思 要让我们都是心通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那个收通 就是所有的经典 都叫收 收性理心法 然后我们从性理心法通了 到达佛地 那个就成就了 收通了 那心通就是从心领悟 那从心领悟 我们就是要了解 一定要从心言 我们心的本言 做功夫 所以佛写都有讲 当我们万言都放下 一念不生 那个就是心的本言 这个时候 他清清静静 非常的清静 所以我们用不生伯昧的心 来修不生伯昧的道 这样就会成就 就一定会成就 这样聊得意思吗 所以我们之前 这个有讲 赤贤禅师 那个一几忘手吃 有没有 还记得吗 一几忘手吃 更不假修之 动容养古路 不斗硝兰鸡 刺刺无中鸡 生涩外威 知方达道者 前眼上上鸡 还记得吗 有印象 对不对 所以 那个赤贤禅师 就是根气很好 他的师父 那个灵又和尚 就是要成全他 所以对他讲说 你还没有出胞胎之前 你讲一句 我要记 记就是要受记 要使你能够成就 结果他就讲不出来 把那个所有学过 的全部拿出来应对 灵又和尚都说不是 然后之前禅师就请师父说 灵又和尚说 我说是我的事 不关你的事 是要你自己体会 所以他才行礼打包 回去了 他说 这个道这么难修 我不修了 我要回去吃稀饭就好 在一个国师的那一个地方住下来 然后在除那个杂草的时候 那个镰刀去喷到那个小石头 小石头去打到那个子子 发出一个声音 然后他从这个声音 领悟 说原来我们佛性当下都圆满记住 所以他就一起忘守之 是一个出声音 就忘掉能知 忘掉守之 没有能守了 所以就更不假修之 不用修了 已经到家了 这样你知道意思吗 那底下讲那个第三句 动容仰古录 那个就是在教我们 新的领悟 新头 就是我们容貌 容貌会有动作的时候 是谁在动作 是不是我们珍惜佛性 在使他能够极美容颜的形象出来 懂意思吗 我们脸部有表情 那个有表情 就是我们佛性在指挥 所以那个动容 就是在教我们新的领悟 那我们从这个地方能够领悟 就可以进入真理世界 回到我们不生不寐的 那个真心佛性 所以这边就讲那个心通的 那个部分 我们上次在讲那个心意识的时候 各位的缓面 是不是修道入手 有没有印象 各位可能都没有带来 有带来吗 有带来就看 没有带来就听 那个释迦摩尼佛跟阿南讲 说阿南 如今意念见吻皆知 眼气如来常乐我见 应当先者死生根本 依不生命远瞻性 依不生命远瞻性成 以战贤其虚妄媚身 呼缓言绝 得言明绝无生媚信 为阴地心 然后言成谷地修正 如成走水 自以静气 静身不动 沙土自成 清水现前 名为吃福 克成烦恼 气泥沉水 名为永断 根本无名 明相精尘 一切变现 不畏烦恼 结合内谈 清净妙等 这个是在嫩言经里面 佛解反而栽入出来 所以我们修道入手 从这个地方入手 从这个地方入手 就是跟恩兰讲 如今意令 见吻结枝 就是我们众生日常在用的 然后能够演气 遥远的契合 如来的常乐我见 常乐我见 是已经国上士德 佛的国位上面 士德 常乐我见 那么应当先责 应该先要显责 死生根本 就是生死的根本 可以先写 我们生死的根本是什么 就是我们不生不命的真心佛心 那个根本 我们没有根本就不会生死了 就是因论 有根本 所以我们才会生生死死 所以要先选择死生的根本 一不生命 要按照不生命 圆战性成 圆战性 那个圆战性 圆满战 我们佛心的原始状态 用圆战性成 用这个才会成就的 然后把我们所有的那一些 妄想心那些不实在的 把它降服 扶起我们所有的生命 扶起生命 然后能够到达不生命 能够到达不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用这个不生命来修持 就可以 这个圆城谷地修正 然后佛就做比喻 说如成走水至以见弃 好像我们 成一杯那一个走水来 放在一个器具里面 然后净身不动 这个净身不动就是功夫 沙徒自成 那个沙徒它就会沉淀 清水就会陷潜 这个名为吃福 已经降服我们的克尘烦恼 克尘烦恼 那个克就是不住 来来去去的克 然后尘就是非尘 污垢 克尘烦恼 已经出福了 然后我们气泥 把那个泥巴去掉 纯水都是清水 气泥纯水 明为永断 根本无名 我们可以把根本无名 永远断绝掉了 然后明相精尘 一切变现不畏烦恼 结合那盘清净妙得 这个是我们手上 那一份修道入手 就是要用我们的延瞻性 来降服我们的那个生命性 所以我们了解说 启发我们不生不昧的真心佛心 很重要 修道才会成就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我们不要说 这个生命心可以修成 生命心修不成的 绝对修不成 一定要用不生不昧的心 那生命心跟不生不昧的心 它是一体两面 同体 可是两面 我们只有认识生命那一面 不生不昧我们不认识 我们现在修道 就是要把不生不昧那一面 彻底的认识 把它启发 启发了以后 我们要培养 让它茁壮长大 这样我们才会真正的进入修道的轨道 所以佛心一直鼓励 开始修道的时候 叫因地心 一定要启发不生不昧的真心 我们日常用的那个世心是生命的 不要用那个心来修 那个心修不成道 各位这样听懂吗 可能会有怀疑 都很少人讲 那对 绝对不错的 因为我们不生不昧的真心佛心 就很亲切 都跟我们在一起 只是我们不认识它而已 上个礼拜我们不是有说过吗 如来不以世间共争 世间与我争 有没有 还记得意思吗 记不记得 那个如来 不是在讲释迦摩尼佛 而是在讲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心佛性 每一个人都有如来 而我们的如来修养很好 都不跟我们的感觉器官来争全病 我们的感觉器官 眼耳鼻舌生意 都会跟我们佛性争 所以佛性大部分都失败了 都先不贏了 比如说 有明前做些事情 發员 他的事 我们想要皮 嘴 想要吃 先夫生要摸 意念是要给互买 都他自己会做主 自己都有主张 夫生在说 如来在说 我们的本性 不生不灭的本性在说 说别看 别听 别疲 别吃 别摸 别想 都说他会贏 所以我们的本性就退位了 他就隐藏起来 然后准备收拾感官所做的业 都要收拾起来 就要去接受果报 很委屈 很烟忘 什么人造成的 我们自己造成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真理 说感官他都不负责任 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他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佛性要出来收拾善后 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 就是要全部都负负责任 就是要全部都负责任 感官要当家也要负责任 可是他负不起 他这个责任负不起 所以就不要叫他当家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我们讲修道入手 所以各位都还有资料可以看 可以深入的 接着就讲我们上个礼拜有说 那个普愿那个禅师 所讲的句 他有讲一个句叫做 若人见患本来真 是则名为见佛人 言通华华无声媚 无声无媚是佛身 再说一次 若人 假如说我们人 我们人见患 不真的那个患 幻想那个患 若人见患 本来真 患本来就是真 事则名为见佛人 他已经见佛了 见到患就是真 他已经见佛了 言通华华无声媚 凡尘所有的万法都言都通 不通是我们的 世心不通 进入真理都通 所以无媚无声是佛身 佛的身没有生媚 我们每个人都有佛身 领悟不声伯媚的真心佛性 那个就是佛身 所以都是一理通策的 然后这个普愿才师又讲 说满言本辉色 满耳本辉生 文书常触目 观音赛耳根 会三言一体 达四本同真 堂堂化戒性 无佛亦无人 我们上个礼拜 已经有稍微把这一个句 有讲 可能时间不多 就没有详细 这个价以解说 所以我们满眼 眼睛所看的 本辉色 它不是形象 我们眼睛所看的 是我们不生不寐的真心佛性 所以满眼本辉色 然后满耳本辉生 我们听到声音的时候 耳朵听到 那也不是声音 是听到我们不生不寐的真心佛性 所以才讲说 文书 文书智慧第一 常触目 所以我们眼睛所看 时时刻刻 庙观察之都在 满耳本辉生 我们耳朵所听到的 也不是声音 而是观音 善耳根 所以我们就能够寻生救苦 全部都是用到不生不寐的佛性来 那会三言一体 三就是我们法身 道身跟法身 三个会三 我们领会这三个身 原来就是一体一身的 然后达四 这个四就是庙观察之 平等性之 成熟做之 跟大言敬之 我们达四 道达四个 本同真 全部都是真心佛性 然后堂堂法界性 天堂的那个堂 堂堂的法界性 无佛亦无人 全部都是我们 不生不寐的佛性本体 所以我们从这个 普宴禅师的这个句 我们把它延伸 到我们在凡尘所看到的 那个三佛一体 三佛一体 我们最时常看到 就是阿弥陀佛 然后上座就是观神菩萨 下座就是大师之菩萨 对不对 那个另外三佛一体 中间就是释迦牟尼佛 然后上座就是文师菩萨 下座就是普贤菩萨 对不对 那么这个三佛一体 是在告诉我们 佛法身都在我们身上 那个佛中间 我们先说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个佛就是我们 不生不寐的真心佛性 那个上座观神菩萨 就是我们 那个波罗妙智慧 也就是使用佛 佛法 然后那个生就是大师之菩萨 是使用生 都在我们身上 佛法身 所以佛就是我们佛性本体 佛就是我们波罗妙智慧 生就是我们的行为 我们表现出来的行为 就是生 所以那个阿弥陀 阿弥它翻成中文叫做本不生 弥就是冲在天地 佛就是卢卢不动的卢那个意思 也就是我们佛性本体 我们佛性本体就是无量寿 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 我们佛性是不是无量寿 不生不寐是不是无量寿 所以那个阿弥陀佛就是我们本身 那个观世音菩萨上座观世音菩萨 行生救苦 我们寻着生来救苦 就是华 就是我们要花灰的波罗妙智慧 然后生大师之 大师之菩萨 就是你知道真理的 要用很大的力士去完成它 大师之 所以那个是我们的行为 另外那个释迦摩尼佛 释迦就是能忍 忍耻的人 能忍 魔女就是寂寞 寂啊 啰啰啰不动 末就是没有声音 能忍寂寞 就是我们的法身 我们不生不寐的真心佛性 那文师就是法 就是我们的波罗妙智慧 所谓文师智慧最高 我们祭备 我们祭备有文师的智慧 然后普贤 我们知道就是要 知道要实践 就是普贤 普贤菩萨 所以三佛也是一体 所以我们要了解 这个外面的三佛 为什么它三佛并列 就是告诉我们佛法身 然后就在我们身上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含义 这个是要我们 那个心通 心通就是要了解说 全部那个形象 借相来明理 借着形象了解真理 我们平常 可能也都有 这个耳闻 说这个一指禅 有没有 那个一指禅 就是 还所有的人来问道 他说 这个是一指 这个就是道 什么是道 他就是一指 每一个问道 他都这样回答 知道意思吗 跟那个连法 示众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道 对不对 代表反尘 所有一些像 谁看到 就是我们佛性看到 所以这个一指禅 那个看到的 就是不生不妹的佛性 所以能够了解到 不生不妹的佛性 叫做心通 以及心领悟 所以这个禅宗的传法 就是要心领悟 然后有一个和尚 他很努力在追求这个道 所以到各地方去谎道 去追求道 然后有一天到一个寺庙 找那个主持人 然后问他什么是道 那个字词没有回答 没有回答他 结果这一位和尚 站了一会儿以后 他想说 可能这一个字词 不会到 所以他就想转身离开 当他这个转身离开的时候 这一个字词叫叫 说奢离 奢离 就是修道人 那个奢离的修道人 然后这一个和尚就回头 当他回头的时候 那个主持就问 是什么 就是为什么你回头 这个就是要他领悟 当你回应的时候 那个就是道 这样懂意思吗 懂不懂意思 所以这个禅宗的交话 它是有一点 就是不在文字 语言 全部都是在心的领悟 所以那个心通 就是比较困难一点 可是只要我们有心都通 各位通了没有 因为佛学在讲的时候 并没有看到说自己讲的那一种这个前行 没有看到形象 那佛学在礼拜一的时候 就看佛学自己讲的那个DVD 然后就看到这个后来 不是佛学那个嘴角都起泡泡吗 有没有 而且是蛮多的 所以后来看了 很伤心 因为以我们台湾话来讲 这一种形象的呈现 就是讲的内容 不实在 我们台湾话都讲 讲到嘴角转泡泡泡泡 有没有 就是这个意思 那佛学 讲这个心理心法 已经二十几年 从来都没有这个现象 所以当佛学看到这个现象 真的很想哭 为什么 原来佛学是掏心 掏肝的 全部内都是真诚的 希望各位都能够修正成佛 没有说讲不实在的话 可是既然会有这种现成现 它表示上天在检告佛学 所以你不要讲不实 你讲的话不实在 所以嘴角才会冒泡 所以佛学一直在反省 说有没有不符合这个真理 跟真理不相亲 是不是有这种现象 可是一直检视 所说的完全都是从经典 从真理出来 没有说自己去妄想了以后就把他讲 从来没有这个样子 所以佛学很警惕 因为所有的这一些柱节经典的这一些圣贤们 他们都讲不能用生命心来说十项法 不能用生命心来说十项法 那佛学很怕露露 用生命心来说十项法 所以我们就是要互相勉励 佛学竟然有这个项呈现 他自己也会减僻 所以在这个讲的过程 就是尽量避免露露露 那个生命 都讲的都是实相 让我们切实从心底会产生 对自己有信心可以称佛 这个收通及心通 如露处西空 好像这个太阳处在西空 所以我们收通心通了以后 可以说已经全部都了解真理 心都没有黑暗 好像太阳那么光明 然后就在西空之间没有住 太阳在西空之间没有住向 可以听听太阳有住向吗 那我们就是要像太阳一样 处在西空不住向 切实存在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不要有黑暗面 都是光明 因为太阳表示我们波罗庙智慧 发挥到淋漓尽致 所以我们好像太阳一样处在西空 很理想的状态 尾传的建立法 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真理了以后 我们要告诉人家的 要度人求到的 都要传这个建建法 能够见到我们不生不寐的真心佛心 不要说把他带来求道 就不管他了 他要怎么做 自己去走 我们以往不是这样吗 有没有引导说 你爱怎么做才可以成佛 有没有啊 有没有那样做啊 算度人吗 算不算 这个送佛不是要送到西天吗 我们都不把人送到西天 我们自己都不会走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研究心理心法不是不度人 而是用究竟的 度他就是要他成佛 那我们自己本身 一定要知道怎么成佛 才可以度人 才可以使别人也成佛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违传这个建信法 然后这个出世破邪中 这个出世破邪中 这个分成两个角度来说 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本身 要出世 就是要离开苦海 那要离开苦海 我们一定要破除邪中 就是不正 那个邪就是不正 歪了 邪了 不正了 中就是我们追求目标 那个宗旨 要破止我们心里面 那一个不正确的念头 我们所有的见解不正确 那个我见要把它破除掉 我们破除了我见 才可以离开苦海 才可以出世 怎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我们要离开苦海出世 世间就是凡尘 出世就是已经离开凡尘了 所以我们要离开苦海 就是出世 那怎么样能够出世呢 就是要破邪中 把我们那个不正确的 那个见解都去掉 那什么样的见解算不正确呢 就是我们六根 对六成产生六失 那个见解不正确 那个是因缘忌讳 才有的东西 都会随着外面的景象改变 所以那个不是我们 那个不生不昧的佛性本体 那我们把它认为 是这样就叫邪中 我们要破除它 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这个不是说出世破邪中 都要跟人们修法 把人都不对 要跟他进去变过来 不是那个样子的 那一方面我们已经到达佛地了 已经可以成就了 然后我们要度化众生 也使他成佛 所以视线在凡尘 这个时候出世又是另外一个角度 就已经视线在凡尘 我们都是佛菩萨来视线 我们本身都是佛菩萨 所以我们要带领所有众生都成佛 那众生观念不正确 不会成 所以要把这些不正确的观念 告诉他们 什么样的观念才正确 各位千姐 什么样的观念才正确 没有一个知道 什么样的观念才正确 不是有讲过吗 执心 执心就是道场 就是从我们那个不生不昧的佛心 本体生化的那个执心 那个就是 我们要用那个是正见 正确的知见 也就是佛之佛见 我们用这个佛之佛见 就可以脱离苦海 这样会的吗 所以我们也就是要努力来学习 这个真理世界它不会变得 万年前万年后都一样 不会变得 经得起考验 经不起考验的变来变去 那个是执心 是生媚的 我们不追求 我们追求的是不生不媚 常驻的 是如如不动的 是佛如来 一定要有高超 超脱苦海的心识 我们要坚定自己的意念来完成 这个佛法没有那个顿剑 这个佛法没有那个顿剑 顿就是从环夫地一下子到佛地 那个叫顿很快 剑就是剑修 渐渐的修 慢慢来渐渐的修 慢慢来渐渐的修 华没有顿剑 可是我们凡人 我们众生 这个谜跟物就有差别 我们众生一谜了千三万里隔 跟真理隔了千三万里隔了 我们一领悟了 就到佛地了 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领悟跟弥昧 差别很大 只要我们起心动念 就叫弥 因为已经无名了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 时时刻刻都在起心动念 所以时时刻刻 我们都没有用 我们不生博昧的真心佛心 假如说我们用 不生博昧的真心佛心 时时刻刻都在绝 保持那个绝 有绝的时候 不会起心动念 不会起心动念 我们就没有 偏离真理的行为 所有的行为 都跟真理相复合 不造业 不造业也就不受苦 没有那个苦果 没有果报 让我们去接受 所以解脱 一定要自己努力 自己了解真理 自己时时刻刻 回房返照 使自己的心眼 清清静静 这样的话 就跟佛都一样 心佛众生 三五差别 没有差别 没有差别 我们这所有差别 就是我们迷昧了 所以才起昏卑心 昏卑心 有了 我们自然落入 六道人回 我们把昏卑心 弃掉 翻成 所有一切都是我们真心佛心 不用昏卑 这样就回到 独鲁不动的 真如本体回来 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说 这个迷雾就有慈极 那个慈就是很慢 你要领悟真理很慢 那个极就是很快 领悟真理很快 所以各位前选 假如说我们自己对真理一点认识也没有 而且一点概念也没有 那表示我们障碍多 那为什么障碍多 就是没有行善事 好事都不做 没有累积 那个善的因缘 所以我们的智慧不开 那我们也要累积 就是行善 帮助众生努力的去做 然后又不记在脑海 这样的话 我们那个智慧会开 然后对真理的那个领悟也就会比较快 一领悟真理以后 进入真理世界 跟火就没有两样了 所以一定按照这个方向来追求 住相 相都是无常变化 很快它就变化了 相都已经变了 我们还住在旧的形象上面 所以我们就是很疑痴 就是不聪明 没有发挥 我们佛性所具备的那个妙智慧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 我们就是要用 最好就像那个释迦摩尼佛 在金刚经的第一分显现的那个样子 完全都没有一个我像 我的什么身份地位都可以放下 那个都是假的 不真 所以我们放下身段 就可以进入真理世界 放不下身段 苦了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受苦 各位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我们自己有那个 我像在的话都很骄傲 免不了的骄傲 所以我们不要培养 不要培养骄傲 不要培养嫉妒 那个都害我们的 都不要有 我们马上知觉 马上去掉 所以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都可以做 只要都没有我像了 然后这个修法 我们就修最上圣的佛法 就是万年放下 一面都不生 呈现都是真心佛性 那个法质也没有了 然后努力再修 灰法也没有了 这样整天都很理想 只要你肯一段时间这样行持 波伦庙智慧一定产生 那有波伦庙智慧 我们就可以处理 这个事情很圆满 轻重缓急 都分辨得很清楚 执持 见性们 与人不可惜 就只有这个 见性的法门 这个愚昧愚痴的人 他没有办法 那个惜 就是熟悉之道 就是不会知道 与人也不会知道 那为什么会变成与 就是迷 迷了很久 都不知道 这个布施 帮助众生 都不知道 自己能够努力 这个行持 自己努力 积善 我们 这个生殖得本 这个本钱 那个本 得本 得的本钱很够 我们那个工作上 才做得上去 不够本钱 做不上去的 收集 虽万般 合理 还归一 我们在收的时候 虽然 有万象 有万事 非常多 收的时候 有万般 可是 回到真理的时候 合真理的时候 还归一 归到一 归到不生不昧的 佛现本体 归到一 一就是道 所谓 知得一 万事 必 万事 万业都 毕业了 怀恼暗宅中 常惜 生会日 这个怀恼暗宅 就是说 我们身体 我们的身体 就是怀恼的暗宅 很黑暗的房子 这个怀恼的暗宅 常常需要 生吃 就是智慧的太阳 所以我们要了解 智慧就好像太阳一样 可以照破黑暗 所以佛曾经跟社利佛讲 说有千年的暗室 一千年 那个很黑暗的房间 他说 我在这边已经 记住有千年了 所以我不愿意离开 问社利佛 可不可以不离开 可不可以 只要你点灯 他就离开了 对不对 所以只要我们 启发波罗庙智慧 那个怀恼暗宅 全部都不见了 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 他不管在怎么久的遗迟 那个迷昧都没关系 只要你一点灯了 波罗庙智慧一出来了 那个黑暗都消失了 他不要离开 也要离开了 你火点下去 那暗就流走 对吧 对不对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 要把心灯都点燃 照亮所有黑暗 让所有黑暗都变成光明 都已经轻轻了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我们这个烦恼暗宅 就在身体里面 时时刻刻都要有波罗庙智慧 要产生我们的波罗庙智慧 把那个心灯点亮 各位会不会点啊 会不会啊 对 会了就好 这个就是转念 只要我们一转念 转到正面的 善的 这个就叫点心灯 新的灯已经点亮了 黑暗都不见了 自己光明 别人也光明 那个很理想 邪来环瑙智 正来环瑙词 六祖人也就讲 说我们那个 邪不正的那个心念 来的时候 环瑙就跟着来 不正的心念 来的时候 环瑙就跟着来 然后呢 我们正切的念头 就是正见 正知正见 从我们的佛性本体 出来的那个正 正知正见 正来 环瑙就除掉了 没有环瑙 所以很理想 我们的自己本身努力 那么邪正记不用 清静自无语 这个两边 邪正 我们全部都不用 把它这个抛开 邪也消失了 正也消失了 全部都不用 就回到不生佛妹 那个佛性本体 所以能够清静 我们先从 那个心念清静开始 一清静了以后 到无语内盘 没有剩余 全部都修光光的 所有烦恼 智业不见了 已经进入无语内盘 菩提本自性 起心即是旺 我们菩提本来就是自性 菩提就是觉 我们自性 时时刻刻都能够觉 菩提本自性 起心 我们起心动念 即是旺 那可见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 时时刻刻都在起心动念 我们都不知道他是旺 都以为是正确的 所以才会让他 毫无忌惮的起心动念 那现在知道 起心即是旺 就不要 不要让他起心动念 要起心动念马上觉 这样我们那个觉 时时刻刻都在 所以原造清净绝相 这样就可以永断无眠 防尘佛道 静心在望中 但正无三丈 所以我们清净的那个心 在望之中 所以各位前选 我们要了解说 这个起心动念 那个念头 是佛性的功能作用 他不是敌人 他是佛性的功能作用 差别在我们把功能作用当成本体 插在这里 那我们只要知道 他是功能作用 就好了 这样了解吗 所以这个 静心在望中 我们清净的 那个真心 佛性就在虚幻不识的 这一些旺的现象之中 所以才有那个 普愿禅师 漏人见旺本来真 知道这个意思吗 不知道 或者在接受 因为我们修持 就是了解到 有不生不寐的真心佛性 就是因为有佛性 佛性 他虚空无相 不拒绝之相发挥 他没有形象 他没有形象 可是所有的相 要发挥出来 他都不会支持 不会阻挡 所以我们了解 所有虚幻 这一些象 是不是从佛性生发 对不对 从佛性生发 这一些象 甚至连三合大地 也是我们佛性生发 那这一些象 都是从佛性生发 那我们就是把它认识到 它是佛性生发的 不是外物 是我们的真心里面的东西 所以我们已经认识了 漏人见患 本来真 本来就是真心佛性 事则名为见佛人 你已经见到佛了 怎样懂意思了吗 有没有一点懂了 一点点就好 不苛求 一点点就好 所以我们 只要认识真理 知道真理的世界 也这么宽广 它西空没有形象 可是不拒绝 所有的形象发挥 所有形象都是因缘忌惠 缘忌则生 缘善就美 所以 万象是从无而来 从无生有 从有又归于无 对不对 都是这样自然的构成 佛性不会拒绝 你要呈现现象的时候 佛性不会拒绝 就让你呈现 你呈现 这个不会长久 只要落入形象 只要落入形象 它实以本身就实以 生住意美 一定生美 所以有相 有生一定有美 所以归到后来 又归入 又往佛性本体回来 从佛性本体生花 又归到佛性本体回来 叫做色用归体 所有功能作用 又归到本体 这样听有没有 一点点 现在要求一点点就好 等到一点点懂了 它就会慢慢扩充 慢慢了解就会很多很大 这个不容易 真理很深色的 我们要接近它 要有一点恒心意义 但正无三章 我们只要包守正 正知正界正切的 真理的 但正就没有三章 所以这个三章 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它是实以 环瑙 然后业 报 环瑙账 然后业账 报账 我们只要新增了以后 就没有了 没有烦恼 也没有业 也没有果报 所以只要我们是从 佛性本体生化的 那个都实以正 正了以后没有烦恼 然后也没有业障 也没有报账 果报都没有 这样了解吗 世人若修道 一切进不防 我们凡人要修道 世人也要修道 不管是什么样的行业 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 也叫一切 进不防 在家也可以 出家也可以 做什么行业也都可以 可是我们要了解到 有一些行业会增加我们的业障 那一些行业就不要去做 赚了一百块 要还一千块的 那划得来吗 一定划不来 对不对 所以还人很多 在做这种事业 他赚一百块 要还一千块 甚至更多 好像那个银行的户席一样 户利 那个利息 借了四十万 还八十万 说竟然还没还千 很吓人的 接下来整间房子都去过去 那又发不来 所以我们了解说 在凡尘一切都可以修道 就是不要极限在一个形象 我们有时候修道都会极限在一个形象 比如说这个以往 我们说这个修道就是要出家 出家才是修道 在家就不算了 那现在这个一切进不往 不是现在 是在六祖那个时代就一样了 常自见即够 以道即相当 所以这个常自己见自己的够臭 那假如说能够常自己见到自己的够臭 就跟道已经相互合了 那个相当就是相复合的意思 我们常自见即够 各位有常自见即够吗 我们自己都没有看到自己够臭 别人的够臭倒是看得很明显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会检讨别人 不会检讨自己 所以这个六祖是最摇头的地方 就是在这里 那我们假如说回过头来 常自见即够 不检讨别人 因为别人有功德 不会分给我们 别人有过错 我们也不用去承担 所以别人对与不对 跟我们都没有关系 不要去检讨别人 这样了解吗 多多少少做一点 色类自有道 各部相谎闹 就是色类有形有相的 这个就讲到 连畜生道也在里面了 畜生道也是有道 猫狗也是有道 这些都有道 不要相谎 妄爱 懊恼 我们把他杀了 怎么样 这个弱弱强死 他畜生没带我们人 我们人会带畜生 对吧 我们比较强 他就倒霉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这个 吃一命要反一命 给他吃一命要反一命 所以才有那个 有德超我生 无德要反我命 有没有人说我给你杀 我给你吃 有没有 没有的 一定我们都很爱惜生命的 所以都要伤害生命 气得不得了 所以我们就不要去杀生 所以佛呢 在那个大圣金刚经论 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呢 就是 一失人生 万劫难敷 失掉人的身体 万劫 活不回来 要恢复人的身体 恢复不回来 各位先生 我们如果吃一半 那个 乌拉肥 那里面多少生命 要反多久 一命反一命 要反多久 很久 那么小小的 千千万万 离道 别密道 终生 不见到 这个离道 别密道 就是我们离开自己 本身 已经离开道了 要到外面去找道 那终生都不会见到道 所以佛就在我们自身 自己本身就是佛 要向外面求佛 求不到 所以我们都到外面去拜佛 所以以后就要拜自信佛 所以要求自己 自己本身就已经死了 所以不要离道 别密道 不要离开道 再找道 这样终生都不会见到的 泡泡度一身 这个泡泡就是浪费光阴 就是手做的事 都无所谓的事 那不应用的做一大堆 我们在凡尘 很多事都是不需要去做的 很多也不要应对的 可是我们也都投入 心神去应对 那个都叫婆婆度一身 一身很快就过去了 结果都浪费 光阴生命都浪费掉了 到头还自傲 到头来自己很懊悔 没有把不生不昧的佛性修正出来 欲得见真道 行正即是道 我们也要见这个真道 行正的 我们的行持行为 是实以这个正确的 那这样就已经死了 就已经在道之中 自若无道心 这个暗行不见道 假如说自己没有道心 这个最重要就是自己要有道心 要见道心就是人心要死掉 人心不死 道心就不生 所以我们要先让人心死掉了 道心就生了 那么人心就是生妹 道心就不生不妹 自己没有道心的话 暗行 已经是在暗中 在行走 不见道 没看到路 若真的修道人 不见 世间过 我们假如说真的在修道的话 不看见 世间的过错 这个很重要 我们都没有真正在修道 所以看到世间很多过错 若见他人灰 智灰却是走 假如说我们看到他人不对 那自己的不对 就是已经走到旁门了 所以我们不要看到别人不对 要时时刻刻 反省自己 他灰我不灰 看到他不对 我们当一个借境 就是不要换跟他同样的事 这样我们就会有进步 我灰自有过 我不对 自己有过错 过错 罪业要自己承担 但自却灰心 自己把自己 那个不对的心 不正的心 把它去掉 自却就是自己去掉 那个灰心全部去掉 打持 环绕破 把那个环绕 都可以打掉了 破除了 深爱不关心 藏身两脚握 就是喜欢讨厌 都不落入我们心看 只要我们不喜欢讨厌 就没有取舍 不取舍就不造业 所以我们最重要 就把这两个 真爱 不要讨厌 不要喜欢 没有喜欢讨厌 就是平常心 平常心就是倒 我们用正确的 那个态度 来应对 凡尘的万事万物 这样不照业 不受苦 解脱了 所以我们就 这个勉励自己 那个真爱 不关心 不落入 喜欢讨厌 我们假如说 在这个 喜欢讨厌的圈子里面 很浓厚 我们老得很快 经过没多久 你会 假如听到 亲朋好友跟你讲 哎呦 你老这么多 那表示你这一段期间 那个得失的心 真爱的心很浓厚 就会老得很快 那假如说 啊 咱咱十年没看到 你怎么都没变 表示他 这个呢 真的可以啊 脱离啊 那个真爱 没有喜欢讨厌 那个很理想 所以那个修 就自己内心知道 那么藏身呢 两脚臥啊 就是喔 晚上睡觉的时候 很安然 很舒服啊 就是喔 这个 平生呢 不做亏心事啊 夜半呢 不怕鬼敲门 那个就藏身呢 两脚臥 一泥化他人呢 自虚啊 有方便 就是呢 我们要呢 督化他人 要呢 来救度他人 自己啊 一定要有方便法门 就是喔 要认识呢 他的根器 要知道呢 他需要用什么法来修 所以呢 那个呢 就是要有波罗妙智慧 有波罗妙智慧的 才能够喔 有方便的法门 可以啊 度化众生的使用 所以我们喔 在日常生活之中啊 就是要培养喔 培养喔 培养我们那个波罗妙智慧啊 能够呈现 不令彼有矣啊 即是呢 自性限 欸 假如说你在喔 收通及心通部分啊 欸 一直啊 讲喔 能够收通了 让他呢 了解真理了 没有启发疑了 那个呢 就已经啊 自性显现了 不管是说的人 不管是听的人呢 自性啊 都显现了 那假如说说不通了 欸 就要再努力 喔 努力收 可以前前去度人 要不要收啊 要啊 用手逼逼的 到我来 喔 那個要心通 喔 啊 心通呢 要有根基啊 喔 有根基呢 他才能够心通 所以呢 我们喔 了解呢 这个 让喔 对方没有怀疑 没有怀疑啊 已经呢 自性显现 喔 说的人 听的人啊 自性的都显现 佛法呢 在世间 不离呢 世间觉 所以啊 我们要了解 这个佛法 也就是在我们凡尘 喔 不离开呢 这个凡尘啦 喔 要了解说 度化众生呢 喔 就是需要 喔 这个佛法 那佛法呢 就在凡尘 不能自己啊 躲入呢 深山啊 去修 那个呢 修不成道德 喔 不能成佛菩萨 可以成阿罗汉 可是喔 那个独了汉喔 佛会骂 骂 骂骂 只有自己好就好 不照顾到别人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这个佛法呢 都是在世间 不离开呢 这个世间觉 所以我们呢 这个 求 这个正法 一定呢 在凡尘 就在我们烦恼的 身体啊 里面 有正确的佛法 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呢 我们可以把它呢 表现出来 只要在生活之中 我们呢 不自我相 不自法相 不自非法相 这样呢 呈现啊 都是不生不妹的 真心佛性 只要我们没有 过际心 没有未来心 没有现在心 没有三心啊 就没有四相 没有三心四相 又是啊 真心佛性呈现 所以时时刻刻呢 都可以啊 让我们的不生不妹 真心佛性呈现 不会很困难 只怕我们没有心去做 最困难就是在这里 没有心去做 就没办法了 离世呢 密菩提啊 恰如呢 求兔角 我们离开凡尘 要来找这个菩提的话呢 就好像呢 那个求兔角 这个小白兔哦 他没有角啦 土有角没有 没有角啦 所以求无的啦 这个兔角没有 再怎么找也找不到 正见啊 明出世 正确的见解 就是从佛性出来 那个正确的见解 就已经呢 离开苦海了 所以叫明出世 离开苦海的 邪见的明世间 那假如说我们的见解不正确啊 就会在凡尘哦 六道人回啦 所以呢 邪见啊 明世间 我们呢 就是要 从呢 佛性本体发挥出来 那个呢 执心 执心呢 就是正见 正确的执见啊 就是佛 执佛见 那么 学正啊 俊打雀 菩提性 婉然 我们学正两边啊 都全部呢 把它去掉 没有学也没有正 恢复到一体 全部整体啊 整体 圆满湛蓝的佛性都呈现 那个叫做 婉然 菩提性啊 婉然 整个呢 这个原始状态呢 都呈现出来 那么此宋呢 是遁教 这个无相宋啊 这个是遁教 马上由凡夫地啊 直达如来地 很快的 就直达如来 一鸣 大法船 乘着这个大法 这个船呢 可以到达清静的彼岸 可以啊 脱离苦海 迷雲呢 精美绝 假如说我们迷妹了 没有了解到呢 我们那个 不生伯妹的真心佛性啊 我们要了解说 我们的吻性啊 这就是 冲晒整个宇宙虚空 啊 我们迷妹了这个吻性啊 要经过啊 累劫 就是非常久的时间啊 千生万世啊 非常久 要经过这么久 还没有办法成佛 悟者啊 在那的刹那之间 一领悟了 刹那哦 就从凡夫到佛地了 很快 所以我们就是要追求 自己啊 要有心追求 假如说呢 这个经典啊 拿来的时候啊 一看 眼睛就很酸涩 马上都想睡觉 表示说 我们业障很重 那要怎么样来处理呢 赶快了障 欢喜心干燕瘦 不管什么样的 景象呈现啊 都欢喜心干燕瘦 去处理 处理以后啊 抛开 这样很快啊 那个障 就了却了 一了障以后啊 你再来看经典 精神很饱满 各位会不会啊 会不会经典拿来看 就想睡觉啊 都还会啊 那还真的是蛮多的帐 不许现在时常坐车 看到有一些人都很努力 那个坐在车上 那个车在摇晃 他也一直在看 他看什么 看什么 看小说啊 小说比较迷人 要看经典 那个是 没有人那么努力 在车上看经典 看小说有 不管是捷运啊公车啊 高铁啊台铁啊 很多人都很努力 在看 学生也一样很努力在看 那或许一看他的那个诗面 那个后面 就是小说 那么吸引人 经典小说这么吸引人就好了 我们大部分呢 都是喔 对经典 一看就不懂 不懂 不懂我就看不下去了 看不下去喔 就把它喔 合上 所以我们喔 自己也努力喔 悟啊的刹那之间 这个喔 要了解啊 要领悟刹那之间啊 那个喔 之前的功夫啊 要做够 之前已经呢 有行持非常多的善 让这个善能够生根 善根又成熟 这样子才能够领悟刹那间 就到佛地了 之前假如说都没有累积啊 没有行善 善也没有生根 善根也没有成熟 你说要悟啊 那真的是很难啊 很困难 不能够领悟 所以那个领悟啊 都是喔 有时候啊 都是要有契机啊 那个契机啊 就在我们累积善的 那个里面 累积善的时候啊 契机就培养成功了 有契机啊 一有因缘 啊 上天会告诉我们答案啊 那个答案来的时候啊 有时候是陌生人的一个动作 有时候是陌生人的一句话 就让我们领悟了 那个高兴啊 喔喔 不得了 那只要说我们都没有培养 不可能啊 上天要怎么跟你讲 又这样讲 摆在头上给你看 你也要再看不见 还看不懂嘛 所以要自己培养 培养那个契机